它就是龙兴寺河北在我国社会区域内,文化发展价值本身也比较高,因此也能够得到许多人的认可,尤其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而言,则是更能体现当地实际价值那么高。 这座寺庙也是其中之一,而且河北对古文化建筑保护力度也抑制不解,这是对这座寺庙发展上很有意义的部分。 在这座寺庙中充分认识了解上说,对它看法判之度却不同在人,看来是不一样的,它们也是往往是有很多发展差异,这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,更是有很多方面差异,这座寺庙是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城东门里接触。 其寺庙地理位置非常高,因为它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自然是河北的重点保护对象了,而且这座寺庙内部它其实也有很多发展意义之处。 因此它是由大碑阁和借坛等许多知名的寺庙。 而这些景观往往是更具有发展意义,如今作为是古建筑及历史建筑的,在石家庄也得到重视,一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,当然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,它潜力依然是非常大的。 虽说这座寺庙也是河北相互很放的寺庙之一,它不仅拥有很高发展价值,也能对当地一个旅游景区发展起到很强的作用。 虽然说如今仍然有很多外地游客还没有来过这里,但在对于当地寺庙发展而言,却有着极为突出的,也是很有保护意义。 以及是在对外发展过程中来看,它所给人最强的发展一方面,这无疑是有很大价值的。